委承办一边手拿着书籍与资料热烈讨论 为了培养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 高雄市立图书馆举办了青年董事的征选 而什么是青年董事呢 青年董事的一个方案的部分 主要是想邀请我们涉及在高雄市 或者是目前就读在高雄市的青少年们 来报名我们这个青年董事计划 那未来的话如果林选担任我们的青年董事 将有机会就是参与我们图书馆的一个决策的部分 那跟我们的青少年一起来导教 我的图书馆我自己做决定 就像是一般公司的股东董事一样 只要入选高雄市图的青年董事 经过课选的培训及老师的指导 就可以由高雄市图的董事带领 参与事务的决策 鼓励青年朋友多多表达自己的意见 整个过程中会安排培力的课程 那还有深度讨论的会议 那带领着我们这批青年董事 来做正式的提案 那这个提案将会送交我们董事会的部分 来做一个正式的审议 那这些就是实际的我们的政策的方案 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实际的发生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际参与的部分 我相信我们的青少年们 是可以在整个活动中 有相关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产出 那还有我们就是真的 对于我们的公众事务 是有更深刻的一个参与 13到18岁的青年朋友 可千万别错过咯 只要对公共议题或公民参与有兴趣 就可以到高视图的官网填写资料报名 经过争选之后 说不定下一个高视图的青年董事 就是你咯 记者张世民林嘉义高雄报道